做三网师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你带自己的手工具上班 而老板就负责电动工具和材料 自己的工具不见了就要自己银河包买回 当然买越便宜越垃圾的工具上班就越好 但是太便宜的工具又不能起货 一样都是被人银 那什么工具又经济实惠又能起货呢? 今天就买了几件工具 一一和大家讲解一下 这种叫做龙虾牌 龙虾牌水牛鉗 Made in Japan 卖99元 我专门用来做水喉 换龙头 你会觉得99元好像很贵 不一画卖 又是不是也没有 但是试过买便宜的大陆的 她就会啪来啪去 左拎又步也不一步 右拎又不是 拎不出的 所以还是要买日本仔 不省得 这把大力� Anna 大力钳 大力钳做买握手牌 握手牌 鞋子要賣85元 鞋子要賣三三牌 三三牌是日本製造的 Made in Japan 剪電線、鐵線、粗東西都可以剪到 好用的 Sibala原來要買印度的 Taparia 為什麼要買印度呢 因為它便宜 好像都是六七十塊一把 而便宜得來 它的造工比較精細一點 許惠沒那麼大 那時候貪便宜就買一把大陸的 左領又不是 右領又不是 這塊東西是經常擠著的 所以不要省 拉釘鉗 拉釘鉗又是要買龍蝦牌 Made in Japan 如果買國產的 如果買國產的 拉釘鉗 拉釘鉗又是要刮柴的 螺絲批 螺絲批是一支十字 一支一字 原來一支是日本的 這支紅色這支是美國的 Made in USA 我也不知道 都是十幾二十元吧 總括來說 買工具 除了便宜之外 用得到就可以了 但千萬不要在十元店 二十元店買 用火爐來買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分享影片出去 還有按一下下面這個訂閱鍵 按一下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下這個鐘仔 就會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再出片